我们看下这个题目 以支援欧的半径为3 AB弧的弧长为4 求角AOB的弧度 及扇形OAB的面积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假设角AOB 这角度呢是θ 然后这是弧度单位 那么我们利用 这弧长S是等于半径R 去乘以圆形角θ这公式 那么我们得到R呢是3 3乘以θ 这等于弧长这是4 所以我们算出 这θ是等于三分之四 这个答案 那么它是弧度单位 接着我们计算 扇形OAB的面积 那么扇形OAB的面积 我们利用这公式 这是2分之1 乘以R平方乘以θ 那么这等于2分之1 乘以R是3 所以这是3的平方 再乘以θ 这是三分之四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算出 这答案是6 单位呢是平方单位 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